好 亲爱的观众们大家好 今天是6月17号 祝大家父亲节快乐 今天也是我们开服的第409天 开始小龙开始你的表演 这发型还是兔兔 不是这样看着不太行 但是给大家说 这样看着还是可以的 实际看着还行 还是挺有型的 你这个达不到150天 神界中枢还没有开是吧 那再等一等 180天肯定会开了 兔兔没了是吧 那很正常 兔兔没了 猜一猜 你兔兔竟然生病啊 啊 这个很正常 那这不会了 但是我这个病其实是心理问题 因为现在不像以前 那种很艰苦的年代 大家就是连饭都吃不饱 每天着急的就是吃饭的问题 现在饭吃饱了 但是心理问题就会有很多 所以我就会有一些这方面的 你可以说是疾病 但是我今天看心理医生去 他说不要随便定义你 说这个就是抑郁不是 你不要这样想 你就觉得这是你什么 一种特殊的休息方式 是吧 也是一样 所以就也可以 也挺好的 就是也见了一下人家 人家帮你开导开导 也挺好的 叫心病是吧 也不至于了 就是有点问题 不是说每天都能保持 一个正常的一个 一种身心 所以我其实是怀着莫大的勇气和努力 来和大家说 说我又回来了是吧 顺便祝大家春景节快乐 对吧 这么一个盛大的节日 我都不回来 确实有点过分了 什么玩新游戏 新游戏 要么明天要么后天 好吧 我们现在亮节也发的差不多了 那个新斗罗大陆的视频发完了 新斗罗大陆 有一点点的遗憾是什么 就是这个游戏 我们没有说做一个短的视频 我们做的视频太长了 而且当时是21年的版本 有点老的 现在出了一些新的版本的卡 我们还没有搞 没有搞过 尽头而已 下周冲现实 下周要是有现实 我们就冲 好吧 有我们就冲 对吧 我们就去找老板说一说 然后呢 是这样的 我们之后有一些新游戏 还有一个是什么 叫做少年三国之二 不是好多 好多人 一般都是 可能比较年轻一些的水友 他们会叫玩一个游戏 那个游戏可能没有斗罗那么强 但是它也是比较厉害的一个游戏 因为有很多人 他玩了很久很久 还在继续玩 但是没有像H5一样 就玩了那么久 对吧 但是足以车鸣 那个游戏也是不错的 那个游戏 我们记得有时候会接 可能会搞一个折扣 六折 啥三 六折 左右 六折左右 应该是六折吧 但有可能是七折 搞一些福利之类的 应该是六折 这样子 到时候我们就可以进去玩一玩 就是有 想要玩这游戏的 也可以进去 我们这里面去玩一下 开运压超过的名好吧 一个能不能成 你已经投了四万是吧 应该够了 你买了个三十 那三十吗 那是三十呀 你说要买个三十八 结果你买了个三百钻 啊 亮剑还玩多久 已经 好久之前就卖掉了 五六天前卖掉了 但是呢 视频的话发的比较慢 请大家理解一下 你们赌光明不能成的 朋友们 还有两分钟 这个息率是五分之一 右边有七万 左边至少也要有一万四才对 对吧 现在左边可以发波材 提醒一下各位 要是有 要是我们能够让他有被打的那种快感就好了 他就不会离我们而去了 但是他去二二二的话 会不会 就是玩他这个在十二区的号呀 但两个区一起玩呀 他又不耽搁 他好像有人丢在这玩 因为这种区别什么玩的了 这区 明白 他玩的时候他兴趣他自己自己动手的那种效果 明天五分就醒来不 来 我今天晚上和明天就研究一下这个奥特曼OL要怎么样做的比较精彩 我就比较怕熟的是这个 超级抖罗号不玩了吗 超级抖罗号应该就是浩天八千那个号吧 那不知道 还有几分 那个号好像都三级神了 后来 在这里 不是在这里 好 节止 节止吧 来 最后一分 最后十秒钟 就好多天都没有考 我炸了 不是吧 我炸 对呀 开始吧 光明龙魂 已经炸了十个了 我们炸了十个 最近十个都没有成 现在成了 好 各位 你已经看到了 已经成了 出来个三星的 这个已经很棒了 对吧 就差一点点 就差一点点 你呀 你自己赔啊 定不能 超级抖罗号是什么样的游戏 我不清楚 反正还要过四天才出来呢 我们到时候可以去看一看 哎呀 充了钱再去炸他都不成 有人说中考完 第一个看龙哥和土豆是吧 好的好的好的 亮剑 亮剑没有玩了 亮剑的话 游戏改版了 但是改版他们说 就出了一个 李勇东的对手叫楚云飞 出了一张卡 叫楚云飞 但我觉得那个不是改版 他不是一个大的改版 只不过是出了一张新的卡而已 一时来拉火 变突了也变强了 是吧 真是很正常 强了怎么关门他没炸成啊 哦 因为今天 终极去了 啊 对吧 他不能样样都强 赛尔号应该是卡牌类的 是吧 到时候看一眼 就是如果实在不行啊 我们就冲2000 一次一下 但是也 到时候要看情况 万一他一点折扣也没有 那就算了 没必要 然后呢 我计划就是 最近的新游戏 给大家看一眼 你们远远的看一下就行了 这一排 这一屏都是新游戏 都是可以玩的一些游戏 然后呢 我待会儿研究一下 对 破10万粉丝了 谢谢 4399小游戏 没有问题 反正 这些手游 基本上都是 逐渐进化来的嘛 对吧 原先我记得小的时候 我们去4399玩什么游戏 你在4399玩过游戏吗 玩够 什么游戏 那个叫 叫啥呀 那叫 我玩了 我小时候喜欢在上面玩黄金矿工 那黄金矿工没玩 我爸玩的比我很 我玩不过他 但可以玩到三四万 我玩到一万多 然后呢就过不去了 然后他就是能尽得下心来做事情 你小时候玩的是奥奇传说是吧 可以的 还有造梦新游 淘宝吧少年 你们很强 我是觉得 4399的游戏 最喜欢的是什么 是我们初中还是小学的时候 初中 然后呢我们当时学学有电脑 当时就觉得去上面玩一下 可有意思了 但是只能偷着玩 然后那一边 是上学 好好上课 一边是要偷着玩一下 就感觉很刺激 感觉跟偷情一样 就不打算去兴训 我们不打算 因为我预算没有那么多 因为我主要啊 我不像伯格 伯格他赚不赚钱 他无所谓 他就是亏钱去玩H5的 他就是这么做的 因为他自己就在里面很舒服嘛 他会有一些收入 但是这个收入不够 填他充着钱 那对我来说 我不是一个纯玩 就是我不是说 我想怎么玩就怎么玩 我说想怎么玩怎么玩 那我就直接充一百万是吧 今天就充一百万是吧 然后和伯格干个来回 看一看 但是我没有那么夸张 我们只能做什么 就是 去和他不一样的地方 去努力一下 比如说这个新游戏出了 我们就去蹭蹭热度 给大家看看 又出了一些什么新的玩法 对吧 而且花钱给大家看 就很好 魂师对决是不是拿下了 是这样的 今天我们最后来做一个视频 做一个视频 然后到时候我简简发一下 就是说一下这个魂师对决 最近的一些风波 这里可以简单说一下 就是魂师对决 不是说我们就要拿下了 为什么有人有这样的预判呢 就是有一些 播这个游戏的博主 三七不让他播了 也不让他发视频了 因为他们说 这个版权在他们嘛 所以就不让他们搞 但是这个事情呢 就是不是七里搞的 是三七搞的 三七为什么要搞 因为我们七里 反正也没有接到这游戏 最近也没有接到 希望今年能接到 但是也不确定 这个不用东西 不是我们搞的鬼 是三七搞的 为什么是因为是他魂师对决 收入下降了 他本身是买量的 你知道吗 就投很多广告 投一百块钱 然后回来一百五十块钱 这样的话他就净赚五十 但是呢 那个米哈游 米哈游家的新游戏 这个新竹铁道 让他家的这个收入少了很多 就是有很大的影响嘛 别人去玩新游戏 不去玩他的了 就七号了 然后呢 包括说别人家的游戏也买量 买很多钱 那这样的话 你买来买去 就把客单价买高了 我争夺一个用户的钱 就可能很困难 原本可能一百一个 现在要一百五一个 那我就成本高了 同时收益低了 对吧 那大家退优的多了 我赚的钱少了 就导致他有很大的压力 这样的压力就导致什么 就是 他要想尽办法 去维护自己的这个利益嘛 所以他就希望这些博主 如果是靠我魂师对决 长起来的粉丝的这些博主 那就 不要去带别人家的游戏 对吧 如果一直就玩玩 三七家这种更新游戏 就是靠这一个游戏起来的那种玩家 那种游戏主播 那个三七就会很讨厌他 就想给他来一波举报 这样的话 他就希望就说不要分流 因为他认为那个东西 也是属于魂师对决的流量 你把这些人 引导到别的游戏去了 就不太行 妄图戴这个眼睛跟公司老板一样 那只是跟这个一样呀 又不是一模一样是吧 是两个王子的 天使200 区一区二 全都退了是吧 好的好的 抖拉拉拉路更新 拉扎太多了 等等看 三七被米哈游告了 这东西是一种反制吗 我去查一查 有啊 他们都发出来 三七是被米哈游告了是吧 上次是三七被米哈游告 后面三七又被米哈游 还要反着来 哦 他们就是在不对付 所以就有一些问题 对啊 这个谁告谁 不重要 重要的是 最近这一周 三七采取的一些措施 算是某种意义上 算是封杀了一些 这样的主播和玩家 因为有些玩家 他就是一边玩 一边做做视频嘛 这样的话就导致 有人说 哎 怎么你封杀一些人 没有封杀七里的主播 对吧 七里玩的不也是三七家的吗 但是我们没有玩回事对局啊 对啊 那为什么要封我们 他随便玩一下 这个东西也不至于封他了 实在被封的话 还可以找老板帮帮忙嘛 对吧 七里和三七 还是有一定交集的 对吧 帮三七赚了那么多钱 那个不看森林看否则 这东西照顾一下 其实很正常 就是我们有一个 新主播 他随便玩一下 充个几百块钱 试一试 这个无所谓的 他怎么一个 哇 龙神血脉 这个怎么都是开出一些 没有见过的东西 这个是最好的呀 OK 充益核心那个呀 反正我觉得这个东西 就是一个双输的一个局面 三七和游戏博主 全都输了 没有人赚 要是我们现在去玩 魂师对局也许是试转的 对吧 把激活流量截起来 但是这个东西 有点太恶心了 我们不去搞 就是我现在和大家说 我有实力 说我让老板出 出个六万 我出个六万 我们 加起来十二万 一起放在魂师对局里面 再充二十万 就做视频给大家看 这是可以的 就现在我们有这样的实力 明天就可以做 但是这个东西 有点太恶心了 没必要 而且我们现在玩那么多游戏 对吧 你说要玩H5 要玩五魂觉醒 还要玩 之后可能要试一下 这个帅人三公司二 然后呢 还想再尝试一下 那个什么 我想玩那个什么 小小乙国 对吧 然后还想尝试各种新游戏 我给大家念一下 你先给我提个醒 这个塞尔号 这个奥特曼OL 我的预见日记 小小乙国 葫芦娃 这个考虑 心不良人 这个也考虑 心不良人或者不良人三 这两个我还没有点进去看 就考虑了 然后还有一群超人 这一群超人叫做什么 最强之难 这个游戏其实我之前在西安代的主播已经玩过这游戏了 但是现在还是有人要我玩嘛 我就随便玩一次 就是为了防止他们以后再玩这游戏 所以我就跟大家说 这个要玩的东西很多 就是我们没有那么多时间去弄 如果要弄魂师对决 就是老板的建议也是 要搞就搞 好好搞 就等我们接下来之后 把这个游戏接了以后 我们好好弄 这样的话比较有意思 现在搞算啥 小鞋哥去年就说了 你还给我发图片了是吧 去年应该不是吧 今年才出了好多游戏吧 啥游戏都玩 那我们就是希望树立一个这样的人设 之前也说了 为什么要树立这样的人设呢 就是我们如果就是玩H5的 万一你看腻了 你就取关了 或者说万一你自己退游了 对吧 你就取关了 不看我们了 但是如果说我们什么游戏都玩 你这个游戏你不喜欢看 你还可以看下一游对吧 那你就不会取关 所以这个人设就导致我们接触的用户 范围会更多 所以就是能吸引到更多粉丝嘛 你就看我们最近长粉长得还挺好的 就是这么回事 其实是有预谋的 不累吗 累啊 但是说实在的 我们比起很多去办公室里做班的人 要强很多 他们一周六天每天八小时 其实比我们要辛苦 因为他们是为了钱 我们是有一份热爱在里面的 对吧 你还是喜欢游戏的吧 至少是觉得不排斥 对吧 我们就觉得 就不只是为了挣钱 自己也挺开心的 能做自己开心的事情 还赚了很多钱 就很棒的 小小以国你以后25了 是吧 你以后的年龄都比你大 你好厉害啊 啥以后啊 以后相当是 他们的这个 对吧 相对我们五魂决幸 的那个主角的等级 是吧 其实换来 换来换去都差不多 主播就是这样赚钱的 是的是的是的 我们要想起以前 叫做什么 咱们国家不是经常会去什么地方 革命根据地的老区 去吃那种异苦饭吗 对吧 回忆以前艰难的时候 我们也是 我们也回忆一下以前 做游戏 做得很艰难的时候 你想 两个月才能带一次游戏 就带那么一两天 就是说你赶紧来下载 赶紧一起建群 进来一起玩 就只能宣传两天 然后呢 之后 剩下的这58天 都不能宣传 因为他们都觉得已经开服了 已经开始玩了 我再来 没什么意思 那这样的话 我们相当于是 两个月只能宣传两天 现在我们每天直播间 都能下载 视频 置顶视频走下角 也可以下载 这样的话 我们的收入就会高 就是这么个原因 我们就比以前轻松很多了 所以想想这些东西 不容易的话 就觉得现在还挺好的 刚出一个新游戏 我们就要去玩 那今天不得多发两个 他的这个视频 那可能 别的视频就耽误了 五个对决 魂师对决的话 我们可以搞 但是现在先不考虑 就是 这个东西 我们和其他主播也说过 讨论过 因为 有句话说的是 一鼓作气 再而摔 再而劫 我们要是 第一次弄了以后 这个热度就没有第二次高了 第二次等我们 真的要赚钱的时候再弄 他热度就没有第一次弄得高了 所以我们就先憋着 等到我们 把这个游戏接过来之后 再统一搞一次大的就好了 来个红色的 是的 我是活的妄图 谢谢 古剑世界怎么样 古剑世界这个游戏 好像是 也想引荡出玩的 好久之前的 我啥 我出了两张红的 那今天我出四张红了呀 那你今天这个 难道是概率改了吗 咋个人啊 这东西能改吗 那一次不是才出一个吗 是要出两个红色的 我看一眼 拍卖 哎呀你来玩的呀拍卖 怎么捡了个寸头 因为我妈和我老婆都说 这样的精神 他们就不希望我去烫头 他们觉得我烫头不太对 去帅度当炮灰是吧 要考虑一下 因为我告诉大家 我们不是说 充钱不舍得 我们的问题在哪 你要是搞一些节奏很慢的游戏 一种游戏是 跑图跑剧情的 我要走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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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然后去过好多剧情 他们要说各种各样的话 对吧 那样的游戏 你要看着我们玩 还不如你自己 下一个游戏去体验 那样的节奏太慢了 不适合我们 第二个是 像是帅主这样的游戏 他如果说要发育很久 然后呢他 就是 有点像 有点像策略型游戏 对吧 他要带兵打仗 嗯就是 要积累很长时间 然后才去打 那个节奏也有点慢 怎么不玩4299的福利游戏 4299这个网站是真的吗 到时候我们去看一看 见灵龙是吧 那个游戏好像 很拉胯 那个游戏 很久很久以前 他们就要我玩 然后给我 很高的分尘 但是我不想玩 我觉得那个游戏 画质很一般 我就没有带那个游戏 就是以前 我不是一两个月带一次吗 那个游戏就让我选 我不选 然后我们今天到这 我们今天到这边的游戏